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预警的是坚持形成的 比如说台风或者是土石流 没有预警的地震或者是海啸 有预警的状况之下 我们中央主管单位是内政部 地方政府应该是层层皆知 由上而下 由下而上的来出资 没有预警的状况 上下一起来 同步 不带命令投入 这才是正常的 我们希望今后 总统说过 打开窗户 看到米采夫 老百姓可以安心 没有错 但是打开窗户的米采夫是动员的部队 仍然可以达成任务的 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小而精 小而强能够做得好 那就是各尽其得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如何得所谓化民力为我力 容我力于战力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民间的力量非常的庞大 不管是人力跟物力 我们怎么样有计划的调查 加以编组 加以训练 然后加以运用 这个力量才是我力 否则的话 敌人上来就是敌力 到战时的时候 如果加这个我力 能够跟我们的战斗力相结合 那就是统合战力 所以我想 如何能够化民力为我力 容我力于战力 这靠什么 就是靠我们动员跟战备能够结合 动员跟救灾能够结合 所以于动员于救灾至关重要 谢谢